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别类财经 盘中市场的行情完全被Facebook的情绪所左右 盘后的行情又完全寄托于亚马逊 亚马逊财报后一下子跳涨了15%至20% 这个也是极端的少见了 财报miss 和微软盘后一样先杀后拉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洗那些短线客 杀空头 拉爆所有的put 这么大的体量真是厉害 太厉害了 看来是人品 只能说一个是人品爆发 另一个呢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高兴的 盘后部分减仓了 先部分落袋为安 保住利润再说 我们来看财报 亚马逊四季度净销售1374亿美元 分析师预期是1378.2亿美元 不及预期 公司预计一季度净销售1120至1170亿美元 分析师预期是1205.1亿美元 不及预期 但是上涨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 AWS云计算业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 攀升了近40% 达到了177.8亿美元 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其次 亚马逊报告称 其对电动汽车公司Rivion的投资 获得了近120亿美元的收益 净利润为143.23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的净利润72.2亿美元相比 增长了98% 第三 亚马逊在其报告中宣布 他将把年度Prime会员的价格 从119美元提高到139美元 亚马逊上次提高Prime的价格是在2018年 当时从99美元提高到了119美元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给出了预测 去年 接替Jeff Bezos的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说 疫情将继续构成挑战 面对紧张的劳动力市场 亚马逊去年将工资提高到平均每小时18美元 以吸引工人 并增加了激励措施 在一些市场提供价值高达3000美元的签约奖金 长期来看 增长动力是AWS和广告 随着亚马逊实现了更大的规模经济 盈利增长会变得更加普遍 亚马逊资产负债表非常安全 资产负债表也会越来越强大 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三家获得AAA评级的公司 如果亚马逊按预期增长 尽管巨额支出 回购和分红将来也会出现 总之 覆盖亚马逊的所有52位分析师 都是比较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 广泛而稳定的护存盒是信心的保证 不过 现在这种FED收紧的市场大环境 股市全靠财报穿着 一个雷就能带倒一片 我要追高 加息的压力会非常大 这次 在24小时内 Facebook消失了约2000亿美元 股价暴跌24% 这是美股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市值蒸发 也是世界股市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 我们一起在这几年中经常见证历史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目前 这个价格已经无法用基本面解释了 大量的买跌期权的交易员火速冲进市场 火中取利 Facebook的崩溃说明了即使是巨无霸 市场也可以给你致命的一击 不过 这不是Facebook股价第一次遭受如此打击 2018年的7月 同样 由于用户增长放缓 该股暴跌了19% 约1200亿美元的市值下降 当时 同样创造了美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 最大的单日损失记录 Facebook在2018年的这次暴跌后 虽然有反弹 但最终还是在大盘的一同崩溃下 又跌了20% 总共跌幅超过了40% 三个月后才决定反击 所以如果以史为鉴 大家抄底一定要是做好预案 本轮极限位置大概是在200美金 我们上期视频给出的位置是225至250 当然 历史只能作为参考 帮助你知道大概极端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知道了极端情况 心里有了预期 或许就没那么难熬了 另外 Facebook还有数百亿的回购资金 现在的Facebook比18年强壮得多 背后还有数千家机构和基金的配置 所以说也不用太紧张 这里多说一句 本季度其实是有特殊性的 因为货物不愁销路 公司做广告的意愿大大降低 同时 每家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是有预算的 市场蛋糕虽然慢慢增加 但是总体就这么大 原本谷歌和Facebook评分 后来亚马逊也来残伙 苹果来了 抖音更不用说 肯定也是要分一杯羹 只能说 吃广告蛋糕的人变多了 谷歌说过了 自带护城河 广告商绕不开 而Facebook受到苹果和抖音的双重打击 Facebook自己也意识到了 所以必须搞元宇宙 搞平台 希望走出困境 下面来看一些最新的宏观消息 1月小飞农ATP就业人数大减30万 创2020年4月以来的新低 疫情下 许多美国人离开劳动力市场去照顾其亲属 同时 许多老年员工因为年龄而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 大多数工业部门的工作岗位都在减少 休闲和酒店业 小企业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周五晚间将公布1月飞农就业数据 综合小飞农的表现以及官方的种种预计 飞农就业人数恐也不会理想 就目前来看 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在2020年初后退了一步 OPEC加会议召开 OPEC加代表宣布 OPEC加同意3月增产每日40万桶 下一次OPEC加会议将于2月23日或24日举行 最新的增产计划基本符合预期 近期 OPEC加一直在逐步放松产油限制 但由于缺乏闲置产能 成员国可能无法达到配额产量 市场的供应担忧并没有缓解 1月份OPEC石油产量上升 主要受到沙特阿拉伯增产的影响 但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下降 数据方面 美国至1月28日当周国内原油产量 为两个多月以来的最低 出口减少 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也继续减少 这些都是利多原油 但是最终推动油价上涨的决定因素 是建立在需求持续复苏的基础上 目前油价正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消化抛压 但考虑到WTI上方面临90美元关口阻力 投资者需警惕油价短期冲高回落的可能 若出现冲高回落 需警惕油价首先测试85美元的水平 若有效击穿 下方可关注82美元附近支撑 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5% 符合市场预期 并计划全面结束购买公司债券 该决定获得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一致同意 欧元区1月CPI年率初值意外落得5.1 创历史新高 主要是欧元区今年1月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了28.6% 创历史新高 俄罗斯目前供应着欧盟40%的天然气 美国敦促欧盟特别是德国可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体现一种奉献精神 五角大楼最新宣布拜登已正式批准向波兰 德国和罗马尼亚部署3000名美军 同时拜登强调 这些士兵不会进入乌克兰作战 我们将向我们的盟友证明我们在那里 目前美国8500名士兵置于高度警戒状态 美俄乌危机看似再度紧张 美军在德国如何为乌军抗衡俄国引发讨论 如果按照欧元区内不同的国家来计算 CPI涨幅最高的是立陶宛为12.2% 最低的是法国为3.3% 欧洲央行把他的CPI上涨目标定在2% 但欧元区实际的CPI上涨持续高于这一目标 这已导致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之间的风起扩大 德国、比利时和奥地利央行的鹰派行长们 在今年1月的会议上抱怨说 欧洲央行承诺继续购买债券的时间过长 刚刚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将在3月底停止根据PEPP计划购买净资产 但将维持每月200亿欧元的净资产购买 只要有必要 以加强其政策利率的宽松影响 不过尽管欧央行多次表示年内不会加息 但交易员押注 持续高企的通胀将迫使欧央行今年不止加息一次 交易员将欧洲央行加息十个基点的预期时间提前至7月 年内将加息两次 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有69%的民众不赞成拜登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应对政策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了30万亿美元大关 达到令人发行的里程碑 创历史新高 不过去年12月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 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调高2.5万亿美元至31.4万亿美元 暂时避免政府债务违约 同时按照美国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约23万亿美元来计算 美国债务与GDP的比例为130% 这个数值算高的 但不算太高 平均数来看 全球的债务与GDP比例是99% 日本、苏丹和希腊的这个比例远远超过200% 日本达到了257% 但是美国的问题是增速太快 2019年底至今 美国的国债猛增7万亿 摩根大通指出 这是多年来政府对财政不负责任的结果 华盛顿在解决国债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两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 那么关键是下面的两句话 第一个 借贷成本上升将限制华盛顿 在气候变化及其他优先事项上的支出 对部分企业不利 第二句 在美国通胀高企和美联储准备开始加息的背景下 美国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增大 在这30万亿美元之中 美国联邦政府现在欠外国和国际投资者近8万亿美元 这笔利息就是天文数字 最后我们来看Unity Unity采表出来了 表现良好 均超预期 2021年第四季度收入为3.159亿美元 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43% 超过了预期 此外 该公司宣布 2021年全年收入为11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44% 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直到2020年的收入增长幅度为34% 至36% Unity一向比较保守 财报超预期是比较合理的 运营亏损为5.317亿美元 占收入的48% 而2020年的运营亏损为2.748亿美元 占收入的36% 亏损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受到了股票补偿费用增加的影响 以及与中止租赁协议有关的 4980万美元的费用 Unity属于产子类型的公司 与Epic Games形成了二元垄断 不过对比二者 Unity的引擎更容易使用 Epic的更复杂一些 所以Unity专注于那些入盟级的开发者 和早期阶段的开发者 Unity不仅是一个游戏引擎 同时在其他垂直领域 比如动画 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发展 公司新的业务亮点比较多 客户数量和收入的持续增长 自2020年9月成为上市公司以来 Unity的收入平均增长了43% 10万美元以上收入的客户增加了33% 公司在VR游戏和移动游戏领域 都拥有主导性的市场份额 他们收购了Veta 这是Peter King的软件公司 这笔交易还为Unity带来了 275名世界级的工程师 Unity的商业模式也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自创作软件本身 但其余部分来自于运营解决方案 本质上是令人分享 目前的缺点是 订阅收入占比不高 公司的部分收入来自于移动广告 苹果公司广告适配器的变化 也将对公司的广告收入产生影响 股价来看 Unity的股价在过去几个月下跌 股价从高点腰斩 我们在第332期的视频和第387期的视频中 都给出了Unity的参考底部 是90至100区间的这个价格 于是和公司内部员工的抛售 有着比较大的关系 这种抛压盘对于股价的压力是实时上在存在的 和套牢盘不同 套牢盘是亏本的筹码 并不一定会买出 所以说除了依靠时间和机构来接盘化解 短线很难转强 这次财报后 股价重新回到了100美金以上 Unity目前的市值是接近300亿美元 市销率仍然是远高于行业平均值 估值虽然仍然算高的 但与其他没有利润的高增长公司相比还算合理 不过这同时意味着 投资者预计 未来10年Unity的收入将增长得更快 现金流利润率也将高于一般上市公司 必须清楚的是 Unity仍然是不盈利的 然而现金流是为正的 公司正在快速增长 并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大量的自由现金流 如果公司继续成功地支持移动游戏 并失之盈利 并保持35%以上的高增长 可以这么说 在牛市中这个估值并不贵 但在熊市中 目前的估值仍然比较高 熊市中可以考虑75至80美金这个区间 Unity是元宇宙的主要受益者 到2028年 原空间可能成为一个8000亿美元的趋势 而现在只有区区的480亿美元 这预测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内实现 还有待观察 但足以说明 许多人都同意 原空间是这十年来值得关注的一个大趋势 长远来看 Unity仍有一个巨大的增长机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近美股的走势比较诡异 如开头所说 Facebook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没有人会想到会跌这么多 现在美股业绩不及预期真的有点可怕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案 以前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 最近我要去主观猜测底部在哪里 巴菲特在2020年疫情大跌期间的股东大会上说 市场的波动变幻莫测 跌宕起伏 这其实也是市场的常态 我们要做的不是要预测市场短期的波动 而是要理清其背后的脉络 抓住长期逻辑 好了就这样吧 希望上面的个股风险对你有所帮助 祝大家交易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